南韩青稻菌盛产柿子 这里酿出来的柿子酒喝起来像甜白酒很受欢迎 淡金色的酒散发出甜甜的清香 喝起来口感味道更是特别 因为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柿子酒 南韩青稻菌每年到了秋天 就可以看到一颗颗黄橙橙的饱满柿子挂在树头 这里的柿子甜度高 除了当水果吃也非常适合酿酒 而且据说喝了不会醉 酒厂人员说试酒算是白酒的一种 不过同时富含红酒才有了大量丹宁酸 可说是集红白酒的优点于一身 试酒通常存放两到三年就能出厂 这座由旧火车隧道改建的酒窖 中年维持在涉事15度 提供良好的储存环境 浓浓的复古风更吸引不少人特地来参观 民众来到酒窖里还能品尝酒精浓度甜度不同的试酒 连配酒的饼干和起司都帮你准备好 除了醉到几乎人手一瓶 业者很有生意头脑 和进口红白酒充斥的市场做出区隔 坚持不在百货公司或超市社会 每年卖出数十万瓶的好成绩 另外也瞄准不喝酒的客群 推出市籍醋大受欢迎 酒厂老板说 虽然市酒和醋卖得很好 但他们还要研发更多的产品 希望让青稻的柿子香飘到全世界 TVB的新闻中文报道 不过日本寿司倒不是全世界都喜欢传统的做法 所以有师傅把它倒过来做醋饭包在最外面 在北美大受欢迎 年龄种种的寿司让人垂涎三尺 应该说习惯这种口味的亚洲朋友会比较容易接受 但是早在40年前的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消费者可不这么认为 原来是北美地区的消费者不喜欢海苔这种食材甚至觉得恶心 正当冬条主厨大伤脑筋突然 冬条主厨的脑袋冒出了一个创新的想法 做法很简单就是把黄瓜酪梨还有煮熟的螃蟹放在海苔上 最外层铺上醋饭卷一下就可以了 冬条主厨的成功让他获得日本农林水产省 受与日本料理青山大使的荣誉 这也启发了许多人 如果做一件事情遇到了瓶颈 或许转念一想换个方法就能轻松突破 如同冬条主厨扭转了每家消费者的口味 让传统的日本寿司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有个处理厂把一些老旧脏屋的钞票 切碎之后变成有用的堆肥 这是钞票诶 而且是美金哦 光看就很让人心动 这些捆好绑条的美钞 一叠一叠装进塑胶带 放进推车 是要送到哪里啊 原来这些都是即将销毁的旧钞 打开大型碎纸柜的铁门 碎纸小纸蟹的钞票数量不少 面额将近600万美元 不过这些纸蟹会拿到焚化炉烧掉吗 才不是嘞 听过物尽其用这句成语吧 这些钞票蟹啊 并有妙用 外观完全改变的旧钞堆肥会送到这个农场 用来栽种各种食材 供应给当地居民日常所需 创新的想法让切碎后的钞票指线华丽转身 尽管很微小 却能够为整个食材供应链带来贡献 这是销毁旧钞的故事 闻不到铜臭味 而是一股清新的米土味 TVBN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